欢迎大家继续观看第二课的文化主题 温锅与迁居寒暄 中日迁居习俗对比 通过绘画的学习 我们了解到 在日本搬家后需要携带伴手礼去邻居家寒暄 与初次见面的邻居寒暄时要说 これからお世話になります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送上礼物时说 あのこれです どうぞ 在中国的很多地区 有搬家后邀请亲朋好友来温锅的习俗 中国的温锅与日本的迁居寒暄 是否有相通之处呢 首先我们从含义、游来、贺礼、禁忌这四个方面 看一下中国的温锅习俗 温锅又称温居、暖房、烧炕、天顿 只迁入新宅后 乔迁者邀请亲朋前来认识新家门 亲友、邻居携带礼品前去庆贺 主人设宴款待来贺者的习俗 包含着众人、天才、火焰高的互助传统 那么为什么会有温锅这种习俗出现呢 旧时普通人家多不富裕 盖完新房后常会出现经济拮据的状况 来温锅的亲朋好友、接放邻居 纷纷送来些食物、礼品 添置些家庭用具以帮助他们度过困境 同时这种习俗还能增进亲朋感情 促进邻居之间和睦相处 使迁居者尽快适应新的环境 当你收到朋友乔迁新居后温锅的邀请 你会选择什么礼物呢? 中国幅圆辽阔 不同地区文化差异比较大 因此贺礼的选择也无法一概而论 一般来说 需根据与房主关系的亲书 来决定贺礼的后博 可以送礼金 也有人送家电、备褥、餐具、桌椅、沙发、橱柜等家具和日用品 还有人送对联、鹤扁、镜瓶、字画等 还有些地区 还有些地区送象征喜庆极利的食物 例如鸡是大吉大利 鱼是年年有鱼粮 豆腐与豆腐谐音 意为发家致富 豆芽有生根发芽生长的意思 但也有忌讳 绝不能送终 谐音送终 很不吉利 有亲朋好友 接放邻居的祝福 温锅结束后 新房不再只是一栋建筑 而成了一个内容齐全 充满人间烟火的家 入住期间的老老少少 也真正成为这个家的主人 开始新的生活 下面我们看一下 在日本搬新居后 去邻居家寒暄的习俗 具体是怎样的呢 据日本某网站2016年调查 搬家后 去邻居家寒暄的人 占64.3% 与过去相比有所下降 其原因 主要是独居者比例的增高 但通过此图不难发现 大多数日本人 依然会在搬家后 去邻居家寒暄 接下来 我们从寒暄的目的 对象 时间 半首领 这四个方面 对日本的迁居寒暄 做进一步的了解 搬新家后 去邻居家拜访 寒暄 一是可以尽快熟悉 新居周边的人文环境 同时 也能让对方了解 新搬来的这一家人 尤其是家中有小孩的 提前打个招呼 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避免因孩子哭闹 跑跳 而引起纠纷 当然 大部分人都很注意管教孩子 尽量不给邻居造成困扰 另外 不同区域 在垃圾分类 集会活动 防灾等方面 存在一定差异 尽快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 有助于资源信息共享 以及地震 台风等紧急事态 发生时的互助合作 寒暄的对象 如果新居是公寓式住宅 一般需要拜访 左右两家和楼上楼下的邻居 以及房东和公寓管理员 如果是搬进独栋住宅 通常需要拜访 左邻右舍 对面三家 还有后面的三家邻居 至于拜访寒暄的时间 最好能在搬家前 这样就可以提前打好招呼 减轻因搬卸家具时的噪音 停车站道等 给邻居带来的不快 如果现实不允许 应尽量在搬家当天 或尽可能早一些去寒暄 选择伴手礼 要注意什么呢 一是价格 送给邻居的礼物 一般价格在500到1000日元 相当于人民币 次时到70元上下 送给房东和公寓管理员的则 价格翻倍 总之 在日本人看来 其价格不会给接受者造成心理负担 二是选择食用性强的物品 比较受欢迎的有毛巾套装 洗涤用品 咖啡等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习俗 中国人签心居后温锅 日本人搬家后去邻居家寒暄 虽然形式不同 但出发点都是为了营造和谐的邻居关系 是以和为贵的东亚传统思想的体现 今天的内容就学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